金价频频上涨 在突破了每盎司2560美元关卡之后 今天是一度达到了2568美元 再度创下新高 而联准会降息的利多因素 加上了年底黄金消费旺季即将到来 专家也持续看好金价的后事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8000块钱 那现在的价格是10300 可爱的金豆豆是许多黄金新手的入门选择 从年初到现在价格已经涨了超过25% 不断上扬的金价让银楼买气增加 当你看涨的时候 你一定就是吸收你身上的股票 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当金价涨的时候 买的人就会增加 因为我看好金价会到2700 所以它还有涨幅它还有空间 所以买的人最近还真的比较多一点 目前银楼一浅的黄金回收买价 落在9600元台币附近 卖出价格已经破万 国际金价也频频创高 在近期突破2560美元之后 13日持续涨势 创下历史新高 联总会降息在即 更有利后市发展 现在呢通膨已经结束了 那变成联总要降息了 降息也是有利于金价 就变成保值 所以它涨的原因不太一样 所以它还是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美元指数应该是会继续往下降 那美元指数一降来讲的话 当然对黄金的一个走势 它就是一个透过保值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资金还是会去做流入 年底消费旺季来临的话 到接续到明年的第二 就二月份嘛 就是传统 就是对于基本面金市 是比较需求旺盛的一个时候 那当然这一块 也会有一些拉伸的一些效果 不过专家认为金价的波动越来越大 建议投资人等待价格拉回五日线 再逢低承接 保守布局避免追高 记者有点真明话台北采访报导 章调